即将迎接新年的到来 南投寿正宫圣灵会 每年都会集结各界三清企业的爱心 共同举办迎新春庆团圆送年菜过好年 关怀弱势系列活动 不仅准备丰富美味可口的年菜 更赠送多样名声物资 希望让弱势能够过一个好年 我们南投县农会 特别有去外面 在云林轮贝慈善基金会 也募集了100件的蚕食贝 然后我们南投县农会 也出了50件的蚕食贝 来送给我们边缘弱势的 这些家庭小朋友们 让他们有感到一个温暖 那么我们红颜一登高一呼 有很多善心人士共襄盛举 包括我们消防局 南投艺校分队 消防协会等等 我们一起参加 这个很好的爱心活动 我们是把爱心传递出去 南投市民代表会主席张慧琴表示 向他感谢洪议员 及各界三星人士的爱心 借由活动 能够在年结时让弱势过好年 感谢我们首席公的姓令会 是我们的红医院 红民科医院 特别为我们基盘 夹了边缘副这个爱心 这个活动 也很感谢我们很多的 那个三星人士 来尖征这么好的菜色 让我们一些边缘副 因为我们这个边缘副 是要做在民间厢与南投市的 我们大家就知道边缘副 因为是中低收入户 比较没受到照顾 所以说边缘副的人口也很多 所以议员 特别来关心这个区块 我们这边缘副的所有的民众 让他带回到 人间处处都是充满着爱 充满着温暖 县议员红民科表示 每年受制公圣灵会 都会在过年前举办此次活动 今年已迈入第十年 最主要是针对南投市 民间厢边缘户来发放 南投市政厢圣灵会 集结了我们所有各界三行人士 每一年 都中去我们议政厢 往外面发放 年菜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了 谢谢所有三行人士 我们生长的用意 就是我们送了南投市 跟民间厢 我们的边缘副 由我们各学校 我们的校长主任 来丢菜 我们学校里面更辛苦 边缘副这些学生 我们就来送给他们一口一口的年菜 给他们跟他们一样 给他们一个真正好的围楼面 许多若市在过年时 都无法享用到丰富的年菜 对此,南投受政工圣灵会 也集结各界善心人士的爱心 与每年都举办此次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别人户若市等 在每一年都能够有个欢乐的新年 记者球运郡南投采访报导